哈嘍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好 接着下来我们龙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的花生好料理 而且龙师傅 我刚刚就看到你自己打酱了 对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说 花生酱自己来打 然后来入菜的一个模式 学生有问题怎么打 我跟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个花生酱要打的话 要用这种炒的花生 那炒的花生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不要买到蒜味的 尽量买原味 因为打下去蒜味 整个姜都是蒜头的味道 那这个有一个黄金比例 大家以为说花生只是这个 已经有油脂在里面直接去打 就可以出油了 其实不是 你这边还有要准备一个 这个是纯的芥花油 为什么要芥花油 因为我们花生里面含的油脂是在里面 你必须要点外在的油脂 去打的时候把那个油脂带出来 对那这个有一个比例 就是说它是只能用十分之一的 外来的油 所以说你这个花生 如果是一百克的这个炒的花生 大概只能用十克的这个油就够了 就够带出来 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糖的部分 因为这个我们还需要一点点的糖 把它的那个花生的味道层次带出来 但是不能多 这个糖也大概只能大概十分之一 就是说一百克的花生 大概也是十克的糖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学生有问题这个是普通的料理机 就可以把它打碎 这个必须用那个食物调理机 如果你用料理机打要打很久 那打很久那温度会往上上升 上升的时候 如果你油没有用到这种像芥花油 它的挥发点比较高的话 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味道会跑出来 好我们师傅打的是还带一点 轻微细的颗粒 对那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方法 所以让这味道更好吃 就是说你家里如果像有那个早餐的那个花生酱 没有用完的话可以加一点点在里面 把它混在一起 龙师傅打的这个比例非常好吃 它非常浓郁 然后它还维持一点口感 然后它吃得到所有花生的浓香 可是它没有那么高的甜度 一般市面上这个一咪咪就是甜到爆 对所以说像医生讲的那个很怕说糖分太高 吃不到花生酱的香气 那我这里待会就是我先把这个去骨的鸡腿露 然后有腌过的那个酱油 米酒 还有一点的这个太白粉 让它稍微均匀一下 龙师傅待会的花生酱是要酱烧当酱料吗 对 要下去烧这个鸡肉 因为大家可能都是花生酱 可能都是抹面包而已 但是我今天是用这个自制的花生酱 教大家来烧鸡 好 再来就是把这个洋葱放进来 好 我们先稍微煎一下我们的鸡肉 然后洋葱下来 对 再来这边我会带一个番茄 因为待会双酱 我今天有一个叫花生酱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番茄糊 红色这个是番茄的配食 就是在做意大利面的那个番茄糊 我这个卖场都买得到小小罐的 好 这个不是番茄酱 不是番茄酱 是那种一大利的 红酱的番茄配食 对 番茄配食 我这边因为有用新鲜的牛番茄下去炒 让它芹蓉素炒出来之后 待会我会带一下这个番茄糊进来 来 我先把番茄糊带进来 好 我们现在让它炒 这个酱香炒出来 对 番茄配食的味道出来之后 我这边会把其他的一些蔬菜料 一起带进来 好 像这个红甜椒 还有这个就是非常健康的 菇 美白菇 还有这个金针菇 因为菇类的水分等会釋放出来 它这个会很多蔬菜的甜分在里面 那再来就是结瓜这个时候 也可以先一起下去了 好 那我这边要带一些许的水 少许的水 好 让它稍微焖煮一下 我们的龙师傅这锅也很好 对 你看一下这个食材 整个炖的味道都出来了 那这边我先加一个就是水煮的花生 这个花生就是增加这道菜 有一个花生的口感在里面 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来 刚刚打的这个花生酱 来把它放进来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汤汁就是稍微比较 没那么浓稠的 那我们这花生酱整个放进来之后 它里面有一点的甜度 所以我都不用再放其他调味料了 把它整个拌在一起 那花生的味道融合在里面就非常棒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我们的料理界金城武 龙师傅做的这个这道菜真的是很特别 我其实本身就蛮喜欢吃蔬菜 而且这里面很多蔬菜我喜欢 像节瓜 像洋葱 像番茄 但是我觉得跟平常吃的有点不一样 就是很明显它有一股花生的味道 而且颗粒在 那加这个花生的味道 就像刚刚龙师傅讲 那个层次不太一样 跟一般我们常吃那种意大利的那种 番茄料理就感觉不太一样 而且非常健康 再加上这个鸡肉真的是非常嫩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其实鸡肉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食材 所以这几个好的食材做在一起 又好吃又营养 我是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多多推广 那另外就是提到说 今天讲油脂呢